看见了吧 看见了吧 李渭 这作弊被进入当案的话 你又没法参加自主招生了 还自主招生 作弊了还想自主招生 取消自个 这事必须记大过 还班长呢 做这么丢人的事情 把我们整个八般人的脸都丢进来 这个作弊技术不过关 被张诗亮抓住了 多可怜啊 你像我 作弊从来没被扰扰过 你丢死死你 为什么要作弊啊 不会是人就空着 你以为人家李渭跟你一样 人家偶像包袱可重着呢 你没有啊 没有啊 谁没做过比超过作业似的 可是人家是李渭啊 平时装着道貌盎然 不也一样作弊吗 我倒是怀疑 她之前的成绩 都是她超出来的 你 李渭 老师让我收一下昨天的睡觉 李老师让你去一趟医务室 你别担心了 我也不知道李老师为什么让你去医务室 不过程老师肯定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呀 你放心吧 我觉得 要不你主动承认错误 说不定老师就不处分你了 李渭他们一天到晚你有什么呀 别哭了 装着衣服好学生的样子 好像是谁逼他作弊一样 程小夕 一会儿我玩躲避球的时候 合起回来 把李渭给淘汰了 为什么要把李渭给淘汰了 陈小夕 你一天到晚说李渭闲话有意思吗你 我没有啊 你有意思吗 你哪只耳朵听见陈小夕说李渭的闲话 你重复一遍我听听 怎么 敢作弊不敢让人说了 到底是谁没有意思啊 你跟我当下 没完了是吧 陈小夕也到什么下啊 长蛇妇 一天到晚被递说别人 我们李渭再怎么着 也比陈小夕抢 我 不用道歉 陈小夕 不是说你掉眼泪了 我就非得让着你 会掉眼泪没什么了不起的 陈小夕 陈小夕 你别哭了 气死你 陈小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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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说是怎么回事的吗 我是医生 是有义务替别人保密的 所以呢 你有什么事都可以告诉我 我妈 我妈对我要求太高了 我 我怕达不到她要求 我睡不着